有游客到澎湖旅游 为了拍摄团体照 就近找了正在巡逻的远景帮忙拍摄 画面一出来被笑称是请到国家级摄影师长进 一边的民众也笑说 能请警察拍照也不容易 感觉很好玩 有游客在网络分享了一段画面 是他们一群人到澎湖旅游时要拍团体照 刚好看到正在巡逻的远景 就请远景帮忙拍 远景也没有拒绝当场就帮他们留影 没想到这过程放上网络 被笑称是请到国家级摄影师长进 而且还是摄影专业的 有民众笑说 远景的拍摄经验应该不是拍摄团体照吧 不过能够找到远景来拍照 感觉很有趣也很好玩 这名远景其实就是文奥派出所 主管蔡神寺 他说在观影亭园区执行的时候 遇到游客请求协助 这对他们来说就只是举手之劳 也不影响工作 那时候有一群观光客 因为他基于要拍照 就是花火 花火节的背景 就是彩虹桥 是 所以他基于说 不要少一个人入境 是 就碰到 刚好碰到 我入境 所以说请求说 是不是可以协助 那基于未明无误的不表示 在警察 碰到这个状况 我们会确实会协助 这个拍照 这个是举手之劳 所以说也不是 为不足道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会 基于协助的立场 会帮忙 这个是我们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一个服务的性质 是 没有问题的 是 澎湖因为少有 重大刑案或治安事件 观光秩序的维持 也成了远景的工作部分 虽然只是举手之劳的小动作 但在外界看来 感觉就很过心 也会发现 其实澎湖的远景 还蛮亲民的 记者 陈荣郁报道 请不吝点赞通 regel